字幕提供 虎大這個同學 他17天沒有上車的馬桶壞了 這個馬桶怎麼會不通 你們家是怎麼四天的 我去到的時候 他的馬桶跟糞管已經都買好了 不是買 他是擺在樓層地板上面 放著 我是要把鋸 把地板架高 然後鋪板子 所以我們鋪板子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到 那個水網低處流 怎麼都平的 你請問那個糞管怎麼通 而且是 一間我們來講50坪 我們他隔成8間9間不管 你一間房間裡面 你從這邊要流到最那邊的糞管 才流下去怎麼流得過去 你這邊拿 然後你不是這一間 我A房 B房就流出來了 C房就流出來了 就還跑出來 沒有 大家接著會 你要怎麼流 那個有時候會有慢雨 然後就跑回 沒有 慢雨 沒有 慢雨 你說什麼 不是啦 我是說那個很像慢雨 那他不知道嗎 他知道 他知道為什麼這樣做 他這是 你 你弄不通的你要陪我 故意的 你要設個圈套 你自己去 你可以自己去叫水電師傅來弄通 但是一定弄不通 其實那時候張文鑫在節目裡面 還有特別跟房客講說 他是律師這樣 誰是律師 張文鑫自稱是律師 張書經自稱是律師 我節目上我正牌律師 我就想要拷問一下 對法律的那個 譬如說名詞或觀念 結果都答不出來 張文鑫有個行為模式 就是你去找組是看A主B 他跟你討論問題 你也氣死 他講話好像都是頭頭是道 不過他就是問東講西這樣 然後就是不願意去回答你的問題 而且那時候節目上 你沒有問你律師 你是拿什麼學校法律去畢業 他沒有說他沒有這樣講 可是房客都有說他這樣跟人家講 而且他還跟每個房客節目上有講說 他打的每件官司通通都贏這樣 我為了這個 其實司法院是可以查每個判決的結果 去查對他真的有贏的官司 可是也有輸掉的 所以他老是喜歡用這種 告人家的手段 就是你房客一般人怕官司 結果你看一百多個房客 當初這個案子 其實是新北地檢署的主任檢察官 主動看到媒體偵辦 為什麼 因為張淑金等於是浪費司法資源 你說一幫我們去法庭上面 法官怎麼判 可是這件事情惹到法官了 檢察官 法官 譬如說 不應該要死 結果你一個張淑金就搞那個 幾十件 一百多件 所以他主要被判這麼重 是裡面有十八件的那個誣告罪 才會判八年兩個月 他有說說水泥牆 入住以後變成木板隔間 對不對 那勝水又發霉 那是怎麼才會這樣 他沒有也沒有水泥牆 當初拿給我的板子就是 我們說的那種真 他說的是碩河板 那個學名叫碩河板 其實在我們業界我們的說 是說柑架板 柑架板 做地板 裡面是甘蔗板 甘蔗渣 你一碰到水整個會膨脹 對 所以他拿那個來做牆壁 你就算了沒關係 拿那個來做天花板 你也算刃了沒關係 他拿那個來做地板 啊 做地板 你那種不怕你爹車倒 對 好 要死了 地板 他會吸水 對 吸水 就靜起來了 碰起來 碰起來了 好 十萬 他就是要把你撩 撩看有空嗎 對 我當時我說 怎麼會這樣弄呢 你就叫你這樣做 黃鐸 他說你就這樣做 叫你這樣做 你就這樣做 幹嘛妨礙地球旋轉 喔 幹嘛 他怎麼說這樣 我怎麼管那麼多 他一直說 我怎麼管那麼多 你怎麼管那麼多 你叫黃鐸 那你還不是照做 不然就我們拚人工錢 你拚人工錢 你不算老闆他 拓余什麼威對不對 不是威啦 我扶你給威到啦 你像 扁索雞金 扁索雞金 你聽說 扁索雞金怎麼賣 我們是不是正常的就是 牆壁啊 那是牆壁 這是大態度嘛 對 你不知道他叫他怎麼 他就是 甘車幫籠籠 他上頭上大鐵 珍珠板 珍珠板是什麼 就是那個保麗龍 就是我們做手板的那個板 手板 手板 保麗龍沒有手板 文具店買得到那種版本 對對對 用那做拚棒 可是看起來很像磁磚 沒有啦 你那種的保麗龍的嘛 你 你真的告訴我 我們做的東西在這裡做人 我就告訴他 你會防阿地球存存 我就告訴他 我會防阿地球 他剛煮那個柳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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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 哇 存心坑人耶 那那個馬同學那個那一間就是這樣子的啊 他都不只馬桶不通啊 他連牆壁都拿那個浴室的油漆的陀螺 浴室油漆 這是什麼日本時代過浴室油漆 你這樣我怎麼消音了 日本時代才有油漆的廁所吧 應該貼太魯吧 怎麼會在現今時代發生 沒有 人家出現說我用的是奈米黃瓜地板 他說的是超奈米 超奈米的耶 超奈米的耶 我說要奈米我就包了 可是因為這些房客在看房子的時候 其實那房子裝潢設計 乍看之下是不錯的 是新的 漂亮而且他真的有配色 什麼紅色的沙發 油漆味 然後都是他弄這樣 然後就弄得很乾淨 所以會覺得說這是一個新的房子 好像真的蠻不錯的 然後就可以馬上住了 你衛虎做倉耶 真的 所以我有電視機 我同樣放蠻多的 我說其實我是共犯 對不起台灣社會大眾 我當初我都放蠻多的 這算自白啦 因為我不知道他要這樣坑殺人家 他就是抓定說 我叫你兒子 大家也 父母也 我兒子不可以付錢 我錢賠你 他就是抓這個身體 對對對 有道理有道理 其實你明知道是有問題的啦 因為你說你這樣 反彈地球旋轉你還是照做對不對 我不用領錢 我沒有錢 我沒有收音 可是你那時候不知道說他會壞掉嗎 對我不知道他要這樣坑人 當初我會問他 你總統這是這麼厚的 你這一間要做人多少 黃土家說 沒有 黃土家說這六千塊而已 合理啊 你有五坪八坪的套房裡面還有廁所 可以領域 說你知道六千塊八千合理啊 結果電視上一爆出來 最便宜的一萬二 好貴 然後最貴的兩萬多 沒有都沒有一萬二了 都是最後升級到兩萬 對 他自動幫你升級 他就看A房小房 結果強迫你去住大房 謝謝